Nitia London 大家好,我是香港的玉琳 今天呢,是Paramashi Warham二期课程的第三天 那么现在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今天的课堂里感到非常开心和感动的事 就是我给向神供奉的牛奶他喝了 虽然呢,这不是我第一次成功给向神未来 但是今天这个过程呢,让我非常的开心和非常的受启发 一开始呢,我喂了七八遍,向神都没有喝 这个时候宝宝进来房间,他看见我在给向神未来 他就跟我说,妈妈,这个小向神跟家里那个小向神不一样 那这个小向神,他会喝吗? 我就跟他说,会的,妈妈多喂他几遍,他就会喝了 宝宝说,那可不可以给我喂一下 我说好啊,那我们就一起给向神喂奶呗 就为了一遍两遍,向神每合在第三遍的时候,向神喝了 宝宝看到朴根里面的奶越来越少 他非常的兴奋啊,大叫,再说,妈妈妈妈妈 小向神他真的喝奶了 我说好吧,我看见了 可当我看见的那一刻,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都流眼泪了 在这件事情呢,让我明白到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真的要把所有的怀疑啊 把所有的否定都放下 就像宝宝一样,很简单的去相信 去做就可以了 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会带给我以后的人生非常的大的改变 我今天就分享到朴根里 我相信接下来的十几天的课程呢 也会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精彩 所以呢,在看到这个视频的同修或者朋友呢 如果你们想参加的话呢 赶紧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报名啦 一起来体验这个神奇的世界 一起来体验这个这么美好的空间 谢谢大家